您回应多久了 十六周 十六周啊 那您一直都没做产检了 做过 之前在一家公立医院 那您现在改选私立医院就对了 公立医院都不靠谱 服务医师太差 医生态度也不好 你们医院服务态度是好 可收费也高啊 再说了 你们的医疗水平跟收费标准 能乘正比吗 这个您放心 我们的医生啊 都是从三家医院请来的知名大夫 他们来也是因为高收入吧 您这么说也对 不过有了高的收入 才能高度投入高度负责嘛 您说是不是 来 先请坐 你们这儿有儿科吗 有啊 而且很不错的 您好 请先喝点水 谢谢 你们有专门的血库吗 血库还是没有 不过我们会为每一位产妇备血 那如果生产过程中出现意外 被的血不够用怎么办 如果生产过程中出现复杂的合并症 和突发事件怎么办 我们和三甲医院都是有合作关系的 如果出现我们没有能力处理的状况 会有救护车第一时间转院 那路上的风险和时间你们算进去了吗 北京这么堵车 出现了意外谁负责呀 这个 这个事情您不能这么想 毕竟发生这种意外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就算低也是生死攸关的事 是是是 我看您也是了解得特别多 要是实在担心的话 您还是去公立医院吧 公立医院是比较稳妥 但是我工作太忙了 没时间去排队 这样吧 你给我说说你们的收费情况 我听一下 您要是先成为我们的会员 还有一个很不错的折扣 现在都只要生一个 我成为你们会员 这会员卡将来还有什么用啊 那可没准 现在离婚率多高啊 重组家庭 再生孩子的也不稀奇啊 双读家庭 再生二胎的比比皆是 半张卡为与筹谋嘛 哎呀 你给我开单子吧 听你再说下去 我都要验试了 你们办的什么套餐啊 我是最基础的两万多的 我告诉你们啊 可千万不能办得最便宜的 为什么呀 你想啊 咱们都是独生子女 不说家里条件多好吧 但咱们总是 娇生惯羊长大的吧 生孩子可疼了 我听人说呀 这疼痛分等级的 生孩子是最疼的 等你生的时候 肯定疼得死去活来的 哭天喊地地想抛妇产 我告诉你 那个时候啊 医院就落井下石 开天价了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 我们家条件一般 我可不就想着能省就省吗 这以后孩子出生后 花销更大了 你呀 先把孩子顺利生下来 你再考虑孩子啊 你得先为自己想想啊 你看我办的那个 六万多的豪华套餐 我生完孩子之后 直接在医院做月子 然后啊 还有专业的月嫂呢 要这么贵的套餐呀 当然啦 这女人生孩子 那是一辈子的事 钱咱该花就得花 我告诉你啊 要不然你一辈子后悔 这女人生完孩子做月子 那才重要呢 要不身体不就完了吗 对不起啊 那个 你是不是也觉得 那个套餐无有所值 我也这么觉得 你说呢 我 我想问你一下 您之前做过必超吗 我做过 太胃怎么样 挺正的 我看您肚子的大小 孩子应该很正常 其实顺产 也不像她形容的那么疼 她虽然很疼 但是你 你是可以忍受的 我建议 如果你想为了 把我将来的健康着想 还是选择顺产比较好 你是医生啊 挺懂的嘛 哦 我是 我是医学院的老师 老师 谢谢你啊 你这么说我踏实多了 那我先进去了 嗯 别向我来 这事 好 我 你们 你们 来 来 你们 我们 沈青姐 七十八号床的孕妇呢 她刚出去了 董大夫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我看你今天脸色好像不太好 好 那忙吗 不忙 要是不忙的话我想跟你聊聊 行 向金姐 徐大哥呢 他回家帮我取东西去了 对了 我每天都看你在这儿写这个本 你写的是日记 不是日记 这都是一些书信 给谁的呀 他 给我未来的宝宝 我想 把我想对他说的话 都写下来 我不希望孩子将来感觉缺少母爱 我希望 他能在他每年生日的那天 能收到一封妈妈写给他的信 那 能给我看看吗 你看 看吧 林大夫 你可别见笑啊 我呢 虽然在县城的时候也发过几篇豆腐块 可我毕竟是个小学语文老师 文笔啊什么的 都还是很粗糙的 亲爱的小天使 感谢你的来临 你让妈妈和爸爸有了生命的延续 有了新的希望 我爱你 尽管我不在你身边 可是我在世界的另一边为你祈愿 人和你最健康的身体 尽管我没事 夏天姐 你肯定会是个好母亲的 董大夫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没什么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就尽管说 你们已经帮助的挺多了 不过有个事 董大夫 我想问问你 你看 我能不能 坚持到我孩子出生 你就给我交个十点吧 你的情况 我们可是已经进行了会诊 你要执意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话 恐怕是不能顺畅 需要在二十八周后做期泡工展 能不能晚一点再泡啊 逐月的玩不好活 所以二十八到三十周生下来的小孩 必须得进重症监护室监护一段时间 当然了如果满三十四周再泡的话 孩子是肯定能存活的 不过泡得越晚对你的病情越不利 我听明白了 董大夫 我们也有关系的 只要是能保证孩子顺利生下来 保证孩子健康就行了 想起你 我们大夫是近人事听天命 你一定要积极配合 这样我们才能努力 帮你克服这个癌细胞 董大夫 我真的没什么 我真的就请你们 帮我把孩子保住就行 再说我们家也不富裕 哪有能先前去治病啊 钱没了可以再借可生命只有一次呀 救急救不了穷 我不能忍走了 还给立功留下一屁股债 将来有了孩子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我都已经想好了 我都已经想好了 等我把孩子生下来了 我就跟立功 带着孩子我们回四川老家去 以后 就让立功 好好地把孩子带大 这个孩子肉似的味道 将来 还让她上我们那儿的红星二小 那有病不能不治啊 只要治了就有一线希望 不治 那不治就是等死 我这条命 本来就是捡来的 可是她不一样啊 她能一天一天地长大 将来他还能叫爸 多好 一命换一命 我知了 陆大夫 你看我还有一个事 想跟你商量 我能不能回家去住啊 你说这一天百八十块的 能省还是得省点 向前姐 这个真不行 您看您是高危产妇 你 必须住在这儿 这样你有状况的话 我们还能对你有个照应 再说了 你要住这儿的话 徐大哥也踏实啊 你说是不是 但是 也不能这么浪费钱哪 你说这么一天天地住着 这住到哪一天是个头啊 里里外外的 都得花钱 要不这样 向前姐 你给我时间 我去找钱 这 这怎么能行呢 董大夫 你刚参加工作 这都还没开始挣钱呢 我不可能要你的钱 这 这肯定不行 不是 不是我花钱 我是想 想办法给你去申请一个 什么公益基金 这 这能行 可是 我会太为难你了吧 不会 我也是量力而行 只要你相信我 肯定是相信你的 那就真的太感谢你了 不客气 向前姐 那好 那你就先好好休息 我先走吧 您慢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